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國慶大典總統賴清德文告致詞 堅定採穩我國立場 喊話中共無權代表台灣 更也釋出柔軟的那面 我們希望中國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 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各國共同努力 結束俄物戰爭和中東衝突 也和台灣一起承擔國際責任 喊話中國一起承擔國際責任 對外賴總統對中態度 向對國慶晚會保守 但也不失原則 這回文告致詞 一共44次台灣8次中華民國 兩次中華民國台灣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對內的喊話 賴清德總統的重點就在於 朝野要和平合作 感謝近期韓國瑜院長 和卓榮泰院長 開啟朝野的合作 將促成朝野黨團會商 更喊話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立場 國家利益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致詞中也打出政策牌 希望人民能夠相信政府 明年基本工資會再調升 租金補貼戶數也會再增加 賴總統首次的國慶演說 以跨貫穿架構展現六大重點 跨時代 跨國界 跨世代 跨區域 跨領域 跨黨派 對內和諧 對外勇往直前 東森新聞政中心綜合報導